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小学生怎么都这么可怕 奇只是可怕 真是恐怖知奇 没关系 我们再来给你介绍下一条 是我表哥的建筑公司做文秘 好 你是学土木专业的 对 我们是一家很注重企业文化的公司 今天你第一天上班 我就教你一下我们公司的口号 口号 请我念一遍 请我念一遍 嗯嗯嗯嗯 奇 奇 耶 想做我好我 哈 事实搞我 天天做我搞我 奇 耶 还毫不了我 毫不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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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了你 呢 奇 试试港 天天做报告 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二位 我们公司的口号 来一遍啊 来一遍 来一遍啊 来一遍 白来啊 我都实习了一个礼拜了 每天除了喊口号就是喊口号 就没有点靠谱的工作吗 哎 您先别急 有 有 啊 对对对 那个您对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需求 嗯 我都说了 我学的是土木建筑专业 当然是找跟建筑相关的了 最好啊 是能够接触到更新的技术 又能够深入到你显工地的 哎 有了 我最近听说国内有一种新型的施工模式 叫做智慧工地 我想肯定适合你 智慧工地 对 用高科技来统筹管理建筑施工 这么厉害啊 对啊 不信 给你看看 每年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 2018年第17个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就是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建筑业是安全事故多发的高危行业 如何确保建筑事故安全 提高建筑工程质量 至近年来安全生产的关注重点 从去年开始全国多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智慧工地模式 运用高科技为建筑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装上了科技大脑的智慧工地 以前呢 一说到工地啊 大家的普遍印象呢 就是钢筋水泥漫天灰尘 但今天呢 珠珠来到了长沙的一个工地 在这里 人脸识别 语音播报 定位跟踪 实时监控 还有红外感应 指纹 存储 一系列的高科技手段 纷纷应用在了工地上 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 赶紧跟珠珠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个打卡上班呢 印象当中啊是白领阶层的标配 没想到今天 这位大哥稍等一下 你现在上班是刷脸过关是吗 对啊 我们现在刷脸 原来不是刷脸 原来是可以自由进 没有这个 原来是这个工地的 哪个角落都可以进去 对对对 那您觉得这相比哪个方便一些 好一些 这相比方便一些吧 方便现在我们一进来 什么时候显示进来的 什么时候下班 也好管理一些吧 我们拉根子也好 上了多少时间的班呢 记录了时间 自己也知道了 外面的人就见得不了 对对对 谢谢不耽误您上班了 那这个我能刷脸过吗 那你也不能刷 因为你没有录 我还没有录图像 好好好谢谢 智慧工地通过刷脸打卡入场 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外来人员进入工地造成意外事故 还能对进出厂人数工人在工地的分布等进行智能化管控 而这些都会通过工地的智慧大脑 信息指挥中心实时显示出来 何宫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我就进不来这个工地是吧 对对对 哇 这什么 这个区是我们安装的一个纯外感应道紧装置 以前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没有这个装备 有人就可以随便可以进出的 但是我们现在安了这套装备的话 这个地方有高速追悟的危险嘛 它就不会进去了 提醒工人注意安全 对 注意安全 不好意思 那我们走那边吗 好 我们可以走这边 好 指挥中心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智慧工地的大脑了是吧 对 从这上面可以看到 每一个电梯是哪个人在管 然后它的状态正常 就是人的姓名 还有机器的一个角度什么 哇 好全面哦 电梯还有很多传感器 比如说超重啊 超载的 如果超重的话它就会报警 这里会提醒吗 这里就会提醒 我们工地的话包括道路啊 施工作业面啊 包括我们的塔吊 包括我们的安全通道啊 独有这个设计头 就可以看到工人在作业的一个情况 是否安全等等 对对对 我们巡解人员 它沿着这个线路去巡解 巡解的过程当中 它如果发现了这个有安全引号 或者是质量引化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的APP 直接在现场下发这个整改单 然后可以把照片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 然后我们相应的这个责任人 他也会看到这个整改单 就方便及时地处理 对 今年三月河南商丘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一名工人在施工过程中 因为没有佩戴防护措施 从五楼坠落当场死亡 同样是在三月 长沙一工地 工人未按要求携带防护工具 从脚手架上失足坠坏 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具 就言之时缺乏 往往是导致建筑工人 伤亡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 而智慧工地又是如何利用高科技来保障需工人员安全呢 在智慧工地里设有安全体验管 心肺复苏 救火灭火 防止触电 有点点麻麻的感觉 安全帽安全鞋的使用等 我会好好戴好安全帽的真的 都采取了新型的坊间体验模式 让工人能亲自操作 节观感受到危险的后果 VR体验馆大桥高空坠落 这个应该挺吓人的吧 你们试过吗 我们都试过 那我也试一试 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帮我调节一下看是怎么弄 天呐我现在是在 天呐天呐天呐好高啊 还有工友在家边 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 好恐怖 天呐天呐天呐 太恐怖了 就是坠落的那一瞬间 真的是太无助了 你们所有的工友都体验过这个吗 对都体验过 这是一个模拟一个高空坐坐 因为没有备戴安全带 平时在高空坐业一定要系安全带的 对那是必须的 体验过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 就更引起我们对安全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忠实 紧紧抓住安全带 对 除了仿真体验安全教育 为了更准确有效的保障建筑工人的安全 福州的这个智慧工地 更是给工人们配备了带有智能芯片的安全帽 为戴安全帽告警 而在重庆首个智慧工地示范试点项目中 高科技的安全帽甚至能实时监测到佩戴者的工作状态 当施工人员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或摔倒时 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信息 救护人员能及时找到商员的准确位置进行施救 这个塔吊通常是被称为工地杀手 那我问一下何宫 咱们这个智慧工地的塔吊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吗 智慧工地的塔吊 我们加装了塔吊吊钩的可视化装备 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装这套装备的时候 我们塔吊司机他在吊装的时候 就完全依靠我们的地面的指挥员的指令 如果是一旦这个指挥员的指令 指挥没有到位 它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失误 但是智慧工地我们装了这个塔吊的 这个吊钩可视化系统的话 塔吊司机它时刻可以关注到 吊钩下边的一个情况 避免了失谷的这个发生 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是智慧工地的一大显著特点 除了智能塔吊 还有测量机器人 无人机航测等等高科技智能机器 正在各大智慧工地发挥作用 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降低了人工成本 也能有效地保障危险操作中的人员安全 科工我发现你们这边 每走一段路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电子屏 上面还有温度 噪声 PM2.5的一个显示 这个还挺好的 这套系统叫做自动喷零 跟我们这个阳存检测仪是联通的 阳存检测仪 它如果检测到我们的PM2.5超标的话 我们那个喷零系统就会 自动打开 达到一个降成的一个效果 现在呢我们人为的来制造一点粉尘 321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喷零系统它就自动就打开了 你已经知道了 对 开始喷水 就是刚刚体验了一大圈啊 发现用科技武装工地真的是安全又方便 而且呢这个智慧工地上还有一个APP 每一位工友下载了之后呢 就不用像以前那样在纸质的记录本上记录了 他们只需要拍个照片上传 然后写清楚整改的期限地点 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智慧工地是智慧城市的理念 在建筑工程行业的具体体现 用智慧盖楼今后一定大有可为 随着人工智能传感技术 虚拟现实等高科技 不断迹路到建筑机械 连缘穿戴设施 场地进出关口等各类物体中 智慧工地时代即将来临 我决定了 实习就去智慧工地 好 祝你实习愉快 好了 终于大功告成了 这就好了 你可以质疑我的长相 质疑我的身材 质疑我的脑袋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质疑我的技术 我这个网站还是很方便的 你看这个视频区域 不仅仅可以轻松找到我们网前的公益视频 大家还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视频 不过你别说 还不错 那行 这个S.O.S.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求救 当大家什么困难的时候 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寻找我们帮助 我这个网站刚刚做好 居然来找我们 庞坤 阿凯 昨天我跟我的女神表白了 失败了 请你们一定要救救我 又一个是爱青年啊 哎 庞坤 你看 他好像还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呢 爱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突然把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想起来 名人不说爱话 我喜欢 你能不能有点创意啊 怕我的 呃y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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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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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该 还给你 开始 这个小姐姐好厉害啊 这么娴熟的手法 我猜她肯定是 卖桃葫芦的 别人那个游戏里的男生都说了 她是一个小学的自然老师 那难怪了 又来了一封 快 我的女神平时最喜欢各种科学小实验 听说吉尤巴最近在拍工艺科学小视频 她能不能教我一个 然后我表演给她看 或许就能拉近我和她的距离 若你还能获得她的崩溪 啊 就百花一分了 庞坤 一句话 崩还是不崩 当然崩 我有对双胞胎外甥和那个老师 刚好在一个学校 我去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哎呀怎么样 舅舅我买了酸奶好喝吧 没双子的好喝 但是咱们再买别的嘛 舅舅问你们 照片上这个老师你们俩认识吗 钟老师 舅舅 舅舅 舅舅老师要转我们的熊妈了吗 哈哈哈 好不好 我们赶紧去告诉 那里的同学们就好消气 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 我跟你们钟老师没有在一起 错了 咱们是不是非手了 哈哈哈 这两个小家伙到底老师你们在想什么呀 哈哈哈 舅舅啊 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邹老师 周老师喜欢他吗 暂时还不喜欢 咱们啊就是要让周老师喜欢上他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好孩子 嗯 好孩子肯定特别喜欢帮助人对不对 对 所以呀 你们两个好好想想 周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都喜欢做什么实验 对对对对 都喜欢 哈哈哈 你们周老师有没有什么实验经常失败呢 哈哈哈 有 啊什么实验 热水和冷水不相容的实验 可是他每次都失败 哎你们看 是不是这个实验 哈哈哈 亲爱的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喝杯饮料消消气 喝点热的喝点热的喝点热的 喝点热的什么都好了啊 哎多喝点热水 哎 加的满满的 哎我跟你说啊 啊 现在的我们 就跟这两杯水一样 看好了啊 Let's go 搭把手 看到没有 你是你我是我 我们永远不会融合 我不遇到你走 嘴边还有三六个 还没有问候 我只能够回忆 当初对你的曾经 永远 哇 好厉害呀 就这个实验 老师做了好几次都是白了 老师看见这个一定会很开心的 好 那咱们就赶紧把这个视频 发给那个男生 让他学习学习 嘿嘿嘿 舅舅你这么厉害 教教我吧 不行 我也要学 没问题 接下来舅舅 就教你们如何用光弹吹泡泡 耶 我的愿望是 以后吹更大的泡泡 我很长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灯火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过大吗 你看什么呀 你大呼小叫的 给你看个东西 哇 好啊 拜托我们那个男生 他学会我们教的实验以后 表演给了周老师看 周老师因为他的诚意被打动了 然后接受了他的追求 哇 那就是喜堂 是喜堂了 公益解忧 我最优秀 好啊 随着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临近 球迷们又将度过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 同时也有很多人在世界杯的感染下走向球场 亲身体验足球带来的快乐 今天终于到了咱们一绝词凶的时候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废话少说 放马过来吧 来吧 等一下 我昨天说的还记得吗 昨天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踢球 想要进入职业队 但是啊 我们两个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们解忧吧能不能帮帮我们实现这个梦想啊 没问题 明天啊 咱们就组织一场足球比赛 对 保证让你们过一次球星赢 别担心啊 一会儿咱们肯定会让人了 什么 没有 我说咱们一会儿一定会拼尽全力 等一下咱们俩真要动真哥 当然不动真哥 对 一会儿接他放点水 你说什么 我说咱们就比赛开始吧 开始吧 你这是人工的塑料草皮啊 这跟职业的能比吗 咱们找不到那个天然的草皮 就这个人工的就僵住了 不需要非要动真哥的吗 对吧 各位 各位 开始 阿尹 我看见了 你死了 这个人工的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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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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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关系 再来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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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准备 加油 吹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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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实力 你没有摔伤吧 什么回事 有一种灼烧的感觉 我看看 好像是烫伤 烫伤 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为这个人造塑料草坪 经过长时间暴晒之后变得很热 才把它给烫伤呢 这个人造的塑料草坪 还能把人给烫伤啊 那当然 每年的夏天 都发生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状况 不信 给你们看 由于成本低廉便于更换 人造草坪正在悄然占领世界各地的足球球场 比如 2015年 在加拿大 举办的第七届 女卒世界杯 就是全部使用了 人工草皮 但是 人造草皮 遭到了40多名 参赛球员的炮轰 正是在这次比赛中 人工草皮的普遍温度 都高达49 40度以上 球员们多牺牲 是在热炭上踢球 导致许多球员 脚底被烫出了水泡 那么 人造草皮 真的会产生高温吗 今天的西门大球针 用实验来一探究竟 这是一片人造草皮球场 这是一片天然草皮球场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0点 太阳高照 空气温度为33度 接下来 我们分辨测量 两种草皮的表面温度 在太阳的照射下 天然草皮的表面温度 为28度 竟然比空气温度 还低了一度 人工草皮的温度 为46度 竟然比空气温度 还要高出13度 这是因为天然草皮 通过根部吸收水分 在蒸发时 带走周围的热量 而塑料产生的草皮 则会不断的吸收热量 导致温度升高 那么在太阳的 持续照射下 人造草皮的温度 还会接触上升吗 我们继续观察 经过三个小时的太阳直射后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人造草皮的温度 天哪 现在人造草皮的表面温度 达到了55度 在这样的温度下 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呢 生鸡蛋 生鸡尾虾 把它们放在高温的人造草皮上 看看会怎么样 快看快看 透明的蛋清慢慢变成了白色 越来越多的鸡蛋 开始慢慢的变熟了 同样大部分的鸡尾虾 也都慢慢的从青色变成了红色 根据研究数据表明 在30度以上的高温条件下 人造草皮的表面温度 普遍要高于空气温度6至15度 而在太阳的持续照射下 人工草皮的表面温度 最高将会超过80度 而除了温度过高外 人工草皮还有另外一个缺点 就是表明粗糙摩擦力大 非常容易导致球员受伤 2015年加拿大女子世界杯上 许多球员分分表示 在人造草皮上 铲球就意味着受伤 美国球员勒鲁更是在网上晒出了 双腿被人造草皮严重擦伤的照片 接下来我们将用切的皮肤 来模拟人的皮肤 与人造草皮进行剧烈的摩擦 看看会发生什么 铲球员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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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出物的食银沙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会被带到草皮表面 其粗粗的表面 会严重伤害球员的身体 再加上球员做出铲球等 身体与草皮剧烈摩擦的动作时 接着部位的温度 会上升15至20度 如果草皮本身的温度 高达50多度 那么铲球后 铲球员的身体 就会遭遇到70度的高温 造成擦伤和灼伤 双处伤害 所以电视机前的足球爱好者们 一定要注意了 下期高温 一旦人到草皮的温度超过50度 就最好不要再进行足球运动 今天好开心啊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球 太谢谢你了 不用客气 应该的 我们明天再来一句吧 我看算了吧 好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